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星期的《主日信息》 剛剛完成了錄影於上年2016年3月14日Pi Day的內容 歷時整整一年,終於播放至最後一篇 而尤和穆斯較對最後一篇Pi Day信息的日期 在今年2017年3月14日 正是另一個Pi Day 是神一天都沒有偏差的帶領 而尤和穆斯於Pi Day的主日錄影 有如一個圓圈,經歷整整一年的主日聚會 終於圓滿播放完畢 顯然,這是基督教界前所未有的領域 一個穆斯單單一天的分享 竟然成了一整年主日聚會的信息內容 甚至,神明正辛苦聖安教會 是一天都沒有偏差地被神超然帶領 接下來將要播放的主日信息 錄影於上年2016年12月12日星期一 當日的主日錄影 由下午兩時開始 共分為三個段落 第一部分 成安劍與成安星哥的Q&A問答 第二部分 萬物定理的Q&A問答 第三部分 全新題目天國道及Q&A問答 當日錄影由2016年12月12日 下午兩時開始 力士長達11小時 橫跨至第二日 2016年12月13日凌晨一時 而2016年12月13日 正是2012榮耀帕莫信息分享七周年 因此 當日入和穆斯與2012小組 亦有一個既簡單又別具意義的慶祝活動 標記著聖安教會32年來 一直被神超然帶領 大至一天都沒有偏差的程度 藉著眾多Alef Taft天地的共同信息 榮正聖安教會就是Alef Taft的辛苦 好 游泳穆斯爺曾經在災在一篇訊息中分享到 關於敬拜和詐美 原來詐美的詩歌是偏向在major 而敬拜的歌是在minor 其實在音樂或屬名上 它有什麼意義在兩者中 甚至我們主日的敬拜詐美 在慢歌方面都偏向在major調 在調節上有什麼去幫助呢? 其實在聖經中讓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所說的音樂 其實是持續了一個信息 譬如我們所說的敬拜和讚美 其實是先讚美後進入敬拜 其實我們所說的就是 我們在神面前獻祭物或獻香料 但是相對來說 先是獻祭物 然後才是香料 換句話說 其實量和次序 其實對比可以是一比一百的 即是一隻minor調 一百隻major調 其實不是說會養一半的 因為本身你不能夠用一隻牛那麼重的香料 在城鎖去獻 火燭嗎? 燒一隻牛那麼重的香料 不可能 是很少的 說幾兩都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了 早在2016年11月7日 回憶災眾恩梁又華牧師自傳第1085篇 又華牧師經以詳盡分享到 聖殿和會幕的祭物中 神所預納的祭物共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是外院宰殺獻祭的祭生 包括牛、羊和甲子等 這是同祭壇燃燒殆盡的祭物 預表讚美 如詩篇所記載 以讚美進入神的願 原來在舊天裡 由摩西會幕以至所羅門聖殿 外院的部分 從來都沒有記載關於音樂的讚美 只有同祭壇和燃燒奉獻給神的祭物 所以 詩篇記載 當讚美進入祭的願 其實是預表新約裡的實體 祭物就是預表神所預納 基督徒發自內心、甘心樂意 對神衝心的讚美 詩篇100篇四節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 當讚美進入祂的願 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第二個層次 在進入聖所後 燃燒香料 在金香爐發出輕香的煙成為祭物 當大祭司帶著點燃香料的金香爐 從聖所進入至聖所的藥櫃 以及神施恩的寶座前 金香爐裡點燃的香料 就預表敬拜 為何聖經中 常常用我們的討告和敬拜 有如香陳列在神面前呢? 詩篇141篇二節 《願我的討告如香陳列在祢面前》 《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 原來在摩西回幕 畫所羅門的聖殿 當大祭司進入聖所以及至聖所裡 就不再有燃燒的滯生 單單只有燃點的香料 成為至聖所裡輕香的煙 遮蔽著大祭司 好讓大祭司來到約櫃 在神同在的面前 不會被神的榮光擊殺 的確 舊藥裡面燃點的香料 正預表新約的實體 就是基督徒對神的敬拜 藉著進心的敬拜 進到神同在更深的領域 每位基督徒都必須先 經歷讚美的爭議 滿足讚美的條件 即滿足了外院的要求 然後才可以進一步 符合敬拜的要求 就是至聖所的層次 神對侍奉者 和基督徒更深的要求 只可惜放眼所見 這個時代普世的音樂 侍奉者、牧師和教會 卻落於成為巴勒 將神給予的恩賜 或者所謂為神而創作的詩歌 變成得利的門徑 就好像當今基督教界裡面 著名以創作詩歌賺取版稅 和售賣詩歌賺錢 侍奉馬門的組織 包括Don Moen的Integrity Hoseanna John Wimber創辦的Wing Up Music Robert Gay成立的High Praise Worship Center 澳洲著名的Hill Song教會 台灣的讚美之傳 小羊詩歌、約書亞樂團 還有不計其數的基督教音樂機構 樂手和歌手 好像Ron Canoli和Bob Fitz等 他們不單止變賣神所給予的詩歌 更厚顏無恥地著書立說 以及舉行講座 鼓吹每位音樂侍奉者收取版稅 這班巴蘭侍奉者 定義一生將會幕和聖殿裡面 原本分別為聖奉獻給神的家師、 金香爐、香料以及祭物 全部變成向基督徒和教會變賣逃利 賺取知名度的工具 思想這些所謂負責敬拜讚美的侍奉者 他們的行為在神面前是多麼可憎呢? 讚美敬拜的真意是基督徒為神的犧牲和付出 但是他們卻將崇高的敬拜讚美 變成一種可恥賺取金錢 侍奉馬門的行徑 以下是節錄2016年11月7日 回憶災眾恩的分享 其實就是這樣的 原來香料是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用我們的生命所產生的香氣 怎樣才用我們的生命所產生的香氣呢? 原來聖經裡說的這些香料 其實會有分敬拜和讚美的香料 或者對於很多人來說 要不需要這樣分開呢? 其實是一定要這樣分開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香料分兩種 一種是祭物的香 那些你不能夠叫做香料 祭物的香是叫讚美 所以聖經是說以讚美進入神的縣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在神的縣子 即是說外縣 在外縣那裡其實是獻祭物的 牛、羊、甲子等的祭物 這些祭物是怎樣呢? 是會產生香氣的 但是聖經給我們知道 這個就叫做讚美 但問題是你沒有讚美的話 你不可以有敬拜 經拜就是香料 經拜就是什麼呢? 原來有兩種香氣 一個就是外縣祭物的香氣 稱為讚美 一個就是智聖所 進入智聖所之前 點金香盒是用香料的 那一個就叫做 worship 就是叫做經拜 因此 神所預立的聖殿祭物 分為兩個層面 就是祭物和香料 第一 是獻上祭物 犧牲牛、羊、甲子 第二 加入智聖所前 使用的各種香料 究竟 神所預立的外縣祭物 是什麼呢? 另外 又需要符合什麼條件 才可以成為智聖所裡 夢神預立的香料呢? 2016年11月12日 回憶災眾恩 梁又華牧師自傳 第一千名九十篇中 又華牧師詳盡分享道 我們為神奉上讚美祭物的真兒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付出 都是甘心樂意 為神犧牲 日常的行事為人 以及生活見證 就是我們每日 將對神的愛意 預備成一份奉獻給神的祭物 是基督徒整個真正獻祭工作的九十九個percent 至於聚會裡唱詩讚美神 原來只是一個時刻 點然這一份 在每星期預備好的祭物 是獻祭工作最後的一個percent 所以 當Dolto在日常生活中 已經擁有這種心意 再在聚會的時候 藉著重唱拍子化的詩歌 就可以表達出這種心意 這個才是真正的讚美 以下是節錄自2016年11月12日 回憶災眾恩的分享 讚美就是讚美神在你的生命中的帶領 讚美神在你的生命中的安排 讚美神在你的生命中 給你有機會付出 當你在日常生活中有這種心意 到星期日將這個心意唱出來 便直到快歌 這就是讚美 當你這樣唱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內心當中 已經建立了很多這些祭物 這些祭物是什麼 牛、羊、甲子 但這些牛、羊、甲子 是何時為神預備的 在日常生活中付出的時候 甘心樂意付出的時候 已經在你的屬靈戶口當中 已經有牛、羊、甲子 於是主日的時候 你的讚美 就跟身邊沒有付出 任何這些祭物的人的讚美不同 你會經歷到神 你會感受到神 你會被裝扮 慢慢去預備好 可以去敬拜神 而第二個層面的祭物 就是輕香的香料 就如去年 2016年9月25日 《2012榮耀盼盼望》第346篇 直精華短片 敬拜讚美與內涵 經以詳盡分享 五種製造清淨聖結的香的香料 各自預表的熟靈異議 包括 《喇他忽》 《詩起裏》 《喇他忽》 《起裏比喇》 《淨與香》以及《鹽》等 《出埃及記》第30章 34至35節 而和華吩咐摩西說 你要取輕香的香料 就是《喇他忽》 《詩起裏》 《起裏比喇》 《起裏比喇》 指輕香的香料 和淨與香各樣要一般大的份量 你要用這些加上鹽 按造香之法 造成清淨聖結的香 五種香料 預表的熟靈異議 第一種是《喇他忽》 意思是帶著踴躍的讚美 第二種是《詩起裏》 意思是被神釋放 第三種是《起裏比喇》 意思是在苦難中仍要讚美神 第四種是《淨與香》 意思是《純服》 第五種是製造香的步驟 就是加上鹽 意思是代表我們日常生活中優美的見證 不論日常生活 或聚會中敬拜讚美神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燃燒內裡的生命和性格 甘心樂意成為各種香料 這一切就是由外院獻上祭物 就是最基本的讚美開始 在日常生活中 常傳一夥甘心樂意 願意為神犧牲的心 既然 敬拜讚美的真意 是注重護衛基督徒 發誓內心對神的愛意 成為祭物和香料 為神燃燒台盡 夢神所越納 相對 我們清楚看到普世這一群貪得無厭 喪盡天良 口顏無恥的巴蘭音樂侍奉者 他們不單保養自己的信仰 和生命為神犧牲 燃燒台盡 更相反地利用侍奉 和創作師哥成為賺取利益 滿足自己私慾的工具 是他一個例子 來理解他們的邪惡和污謂 昔日 神吩咐阿巴拉罕奉獻自己的獨生兒子 以撒成為凡制燃燒台盡 當他願意無條件地為神作出犧牲 就成為了信心之父 對於信仰和敬拜神 是值得效法的卓越榜仰 但是 當換了一群巴蘭音樂侍奉者 他們竟然將以撒帶到奴隸市場變賣 賺個痛快 成為富翁 享受更好的生活 根本沒有為神犧牲分毫 也從來沒有帶上祭物為神燃燒 卻不知廉矢地 扮作阿巴拉罕 聲稱已經為神犧牲 為神將以撒獻 顯然 整個舊約獻祭的真意 讓我們清楚知道 在神面前 這些巴蘭的侍奉者 根本就是行騙 他們更鼓勵參與音樂侍奉的紀錄圖 下發他們一同行騙 將神賜予的以撒 就是神給予的恩典、恩慈、神積其事、 醫治能力、屬神的靈感、神的啟示 詩歌和講道等 一切原本應該為神犧牲 燃燒獻上的祭物 全部都變賣賺錢 所以 按照聖經的標準 作為基督徒的我們 都應該鄙視這些巴蘭侍奉者 因為他們仍然將原本是神所喜悅 崇高的獻祭 變成一種神可為極之污衛 崇拜馬門金錢的侍奉 至於關於香料第二個層面的爭議 就是讓我們藉著生命中各種質素 進入侍奉神的領域 就如23年前 由和牧師透過一連十九篇 《加拉太書聖靈果子》的教導 詳盡教導了聖靈果子的九種特質 與阿哥記載九種香料的關係 石榴就是聖靈所寄過果子 預表神的愛心 其餘八種香料就是預表基督徒 番紅花預表忍耐 窗蒲預表恩慈 玉桂樹預表良善 與香預表信實 末若預表溫柔 沉香預表節制 因此敬拜的香料和犧牲 就是基督徒盡心侍奉 夢神預立的必要特質 但是問題 如果一隻牛幾百斤 其實不是很多 半噸那麼重 以前那些牛 所以我們所說的要知道 就是 沒錯 兩者他們代表輕重的份量 而事實上 另外一個重要性 就是他們兩個都是帶著一個訊息 換句話說 神所致下的minor調 是帶來獻香料 神所致下的minor調 其實是獻讚美的 易博牧師在近期主要訊息詳細分享道 不論是摩西匯幕 或是所羅門聖殿 都分為三個層次 就是外院 聖所 和至聖所 代表信仰歷史的三個階段 舊約 新約 和永恆 信仰身份的三種等級 奔馳 同女和辛苦 信仰的三種程度 影兒 鏡中倒影 和實體的真相 更可對比為信仰三個層次的內涵 舊約會莫中的祭物和消香 新約聚會中的敬拜讚美 以及辛苦凡事讚美感恩 以及擁有與神相似的生命內涵 現在就讓我們逐一解說 首先 舊約的時候 以色列人為了贖罪和感謝神的恩典 會在外院獻上牛羊甲子為祭物 就是舊約的五個祭 飯祭 數祭 平安祭 贖罪祭 和贖謙祭 祭師也會用四種香料加上鹽造成香 將香放在聖所中的金香爐燒在神面前 成為另一種祭物 但是舊約獻祭和消香的禮儀有什麼意義呢? 到了新約時期 使徒保羅藉著主耶穌承傳的救恩 加上研讀聖經和聖靈的啟示 得知舊約的一切禮儀和節儀 都只是新約的影儀 全部都是新約的預表 例如在舊約會莫外院的祭壇上 所獻的五種祭 都是預表新約的五個真理 屬聚祭 預表主耶穌釘十字架的救恩 屬獻祭 是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 求神赦免因無知和軟弱所犯的罪 數祭 預表分享純正的聖經真理 凡祭 是奉獻一生完成神的使命 平安祭 即是向神獻上讚美和感恩 對比新約 在外院祭壇所獻的平安祭 其實是新約聚會中的讚美 而歌聲向神說出讚美和感恩 而舊約聖所金香爐所獻的香 則是新約聚會中的敬拜 但入和牧師指出 雖然新約教會中的讚美和敬拜 取代了舊約的憲制和燒香 但聚會中的讚美和敬拜 都只是鏡中的影像 而不是實體的真像 雖然一個敬拜讚美聚會中 神會越納以心靈誠實敬拜讚美的信徒 但這並不是神的終極目標 因為聚會的時間 只佔基督徒人生中的極小部分 例如每位基督徒每星期參與一次主日和一次加聚 讚美敬拜的時間最多只有一兩小時 對比一星期七天共一百六十八小時 因為基督徒的人生中 只花了少於百分之一的時間 來敬拜讚美神 這個九十九比一的比例 就好像舊約時期的以色列人憲制 他們九十九%的時間和心機 都用在簡選、預備 以及由家鄉帶生速到聖殿的過程 但是將祭物點火燒在壇上的一刻 只是佔了整個憲制程序的一個%而已 對比新約時代 真正的敬拜讚美 其實並非只佔一個%的聚會敬拜讚美時段 而是一位基督徒 在其餘九十九%的日常生活中 有沒有活出基督徒應有的品行、生命、愛心、付出、聖結和公義 擁有這些德行之後 就成了完全沒有瑕疵的祭物 可以在聚會中獻給神 相反 如果一位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 九十九%的時間都沒有活出神的生命 他就沒有預備任何祭物 可以在聚會中獻給神 現今大部分教會 尤其是那些巴難 都只教導人在聚會中唱詩 就等同敬拜讚美 但是這些會眾 根本沒有預備祭物獻給神 他們最多只是享受聚會中的音樂 所以現在我們就明白 為什麼石安教會的聚會 每一次都可以帶來神的同在 並且當中的討告祈求 神都會英雲 因為當一間教會 不斷分享純正神的話語 並教導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中 切實執行真理 我們每一次的敬拜讚美聚會 都是將大量完全沒有瑕疵的祭物獻給神 神的同在自然就會出現 因為我們滿足了神對祭物的要求 所以換來神應找我們一切所求 包括醫治、恩賜運作 以及付足等等的需要 所以神賜下真正的讚美和敬拜 並非僅限於回幕的禮儀 也不是佔人生百分之一的時間 在聚會中唱詩 而是要成為基督徒的生命 進到第三個層次 至聖所吸數的讚美 即是辛苦吸數的讚美 究竟又是一個怎樣的領域呢? 我們怎樣朝著這個急數的正確方向去呢? 就是一位基督徒在人生中 已經全然才去口中 和心中的一切消極說話 和負面思想 無論生命中遇到信景或逆境 口中都不會發出惡言、心懷意義 而在口裡所出的一切 全都是讚美的說話 面對任何環境都帶著感恩的心 這就是雅各書所講的完全人 雅各書一章二十六節 若者人自以為虔誠 卻不納住他的舌頭 反希控自己的心 者人的虔誠是虛的 雅各書三章二節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 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納住自己的全身 《路格福音》六章四十五節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 口裡就說出來 《歌羅西書》一章七節 在他裡面生根建造 信心堅固 正如你們所令的教訓 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歌羅西書》三章十五節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 你們也為此蒙照 歸為一體 且要傳感謝的心 真正的讚美 並非聚會中唱幾首讚美的詩歌而言 當進到第二層聖所的級數 就去日常生活的行為 成為祭物可以獻給神 但是第三層致聖所的辛苦領域 就更進一步 並非只是日常生活的行為 成為祭物可以獻給神 而是行為至變成一個完全的異人 一生中 直至面見主 自己的每一日 都成為一首生命的詠歌 每一日的善行 所唱的每一首詩歌 所講的每一句恩言 都深深吸引著耶穌 一憑一笑都奪起神的心 就如雅歌書第四章所講 當辛苦的信仰 到達黑門山山頂的巔峰級數 神就會不斷讚賞 辛苦生命所擁有的優美和果子 雅歌四章七至十六節 我的佳牛 你全然美麗 毫無瑕疵 我的辛苦 求你與我一同離開黎巴嫩 與我一同離開黎巴嫩 從阿瑪那頂 從士尼尼與黑門頂 從有獅子的洞 從有炮子的山往下灌汗 我妹子我辛苦 你斷了我的心 你用眼一看 用你看上的一條金鏈 斷了我的心 我妹子我辛苦 你的愛情何其美 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你高油的香氣 聲鼓一切香品 我辛苦 你的嘴唇的蜜 好盡風防的蜜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你衣服的香氣 與泥巴嫩的香氣 我妹子我辛苦 乃是關鎖的園 金閉的井 封閉的泉園 你圓內所種的 結了石榴 有佳美的果子 並奉鮮花與拿達樹 有拿達和番紅花 窗袍和貴樹 並各樣與香木 抹藥沉香 以一切上等的果品 你是圓中的泉 活水的井 從泥巴嫩流下來的溪水 北風呀 興起 南風呀 吹來 吹在我的園內 使其中的香氣發出來 願我的良人 進入自己的園裡 是他皆味的果子 真正的讚美 並非在聚會中 唱幾首讚美的詩歌而已 很多靈恩教會 將讚美停留在聚會中 甚至視為情緒上的宣洩 以為令會眾情緒高漲 氣氛熱鬧 音樂動聽 技術高超 就等同一個成功的讚美聚會 這是何等膚淺呢 真正的讚美 是改變一位基督徒的行事為人 及每日的習慣 成為一位完全人 才是神的旨意 另一方面 如何才是真正的敬拜呢 日王牧師曾在每日 網上靈修節目 《栽在溪水旁》分享過 當一個人 越是崇拜另一個人 他就越是會模仿崇拜的對象 越崇拜 越投入 就越相似 正如現今崇拜歌聲 明星和偶像的年輕人 無論在衣著 外表 說話 態度 人生觀 甚至道德標準 都和他們的偶像一樣 所以 真正的敬拜神 並非很多靈人教會所做 只是一味在聚會中 哭哭啼啼 也不是聲嘻力竭地唱詩 或陷入迷惘的瘋狂狀態 真正敬拜神 會讓人越來越似神 越來越有良好的品格 態度 精直和良善 也讓人越來越有信心 毀身和付出 越來越有神的智慧 這才是敬拜神會帶來的實體 而不只是聚會中的情緒發洩 所以 會莫是指出一條異人之路 越走越接近神 當一位基督徒 越來越走向辛苦信仰的天峰 就會越發現敬拜讚美的真正原意 但是相對是這樣的 在石安就更加可以說 叫做順其之言 因為我們的歌是神似的 換句話說 我們的信仰 其實去到什麼階段 神就會將他的信息去似給我們 然後自然按著那個程序 按著那個時間 按著那個禮拜 就作出那首歌 無論是數量和那個數目 我們過去這麼多年 看到這麼多次共同信息 那些是超乎常理的印證 所以就算第一首歌 我們508至今次的歌 每一首都是神次的 每一首信息是神比的 所以神次給我們獻給他 去表達我們自己整間教育的信仰 主日信息裡面 日華牧師藉著解答資料源的問題 進一步分享敬拜讚美當中 大調Major代表讚美 小調Major代表敬拜 各有不同功用 但對於石安教會而言 創作不同歌曲的分配 是有著更深層的意義 我們都知道 日華牧師的分享 是被神傳言帶領 由教會開始的一刻 到現在 都是一天一篇信息都不偏差 因而讓教會的弟兄姊妹 可以按住神的步伐 循序漸進 按步就班 一步步成長 由一個普通人成長至神的長子之一 所以 主日分享當中 得著神的Ramer 得著神合時的信息 是最重要的 原因 神給予我們的生命 是一個幾十年的歷程 肉身上 我們都是由嬰孩慢慢成長 經過十幾年時間才長大成人 同樣 屬靈的成長 亦不會在一天裡完成 就像聖經提及 屬靈成長的不同階段 由Breva Napel Pydea 進到Teklon 接著是Vios 也即是神的長子 同樣 神對石安教會的帶領也是如此 由日華牧師開始教會至今 三十多年後 我們才能夠進到辛苦的領域 完成辛苦的著墓 第一個動勢也是如此 神給予我們這個音樂動勢 並非一個平凡的動勢 任何教會都能夠擁有 當我們得著石安劍的時候 更加明白到 神是以天上的星獸 照系水平新世紀 以及其他有關海洋的星獸 印證石安劍的威力 就是神的同在 將會藉著石安劍 好像水充滿海洋一樣 臨到世上 上一年 我們看見大量有關石安新歌的奇妙印證 由第一首歌508 到當時的新歌1455 連一首歌的編號都沒有偏差 這就證明神給予我們的音樂動勢 重要得令人難以自信 每一首歌都融在著神的心意和計劃 石安教會也並非執意用人的血氣方式 決定創作較多Major歌或是Minor歌 最重要的是按著神的心意去創作詩歌 正如過去由508至1455 這幾百首藉著第一個動勢創作的石安新歌 都是順其自然地按著神每星期的感動而完成 同時間 這幾百首詩歌 亦標記著這十幾年裏 大兄姊妹的成長歷程 又好像過去三十多年的主一信息 除了是為著完成神的時代計劃之外 亦是為了大兄姊妹成長的靈良 同樣,第一個動勢帶來的石安新歌 亦協助大兄姊妹走上熟靈成長之路 要讓每星期的新歌 都達至被神一首都不偏差地帶領 最重要的反而是順其自然 依循聖靈的帶領去做 既然每一首歌都是神帶領的話 換言之,聖靈的道領就是最重要 所以對所有人而言,亦是無跡可憑 雖然如此,但當我們回望 神在石安教會作曲層面的帶領 我們可以看見,在開始的時候 神是刻意讓藥和牧師一步步地 將整個音樂動勢教導指名策略家 帶領的音樂侍奉部門 發展至後來,每星期推出一首石安新歌 直到現在,其實都是一個學習 信仰成長的規範和過程 情況就好像一個十幾歲的中學生 要學寫一封工整的家書 我們知道這個學生的學習過程 並非由中學突然開始 而是由幼稚園已經開始學習中文 最初他是要學習寫單字 在幼稚園的課堂上 在有虛線附序的雜字貼上學寫單字 當慢慢熟習寫這些單字之後 就不需要再寫雜字貼 而是自由地寫出工整文字 再由學習眾多文字和詞彙 繼而開始學習寫句子 然後由句子進而以自己的文字 去寫一封充滿情感的家書 整個過程,可能要歷時十多年 每一個段落都是學習進程 由寫單字,進深到造句 再由造句,變為可以將自己的思想寫低 成為一篇文章 甚至由一篇平鋪席序的記序文 演變成一封充滿感情的動人家書 因此,學習過程中 無論是學習單字、造句或不同文體 都不是自己的感情流露 而是老師給予的功課 但當他掌握當中的技巧 就能夠藉著所寫的家書流露他真正的情感 同樣,雖然我們每星期都有石鑲新歌 但在神的計劃中 每一個段落都是我們學習的進程 因為第一個動勢,音樂動勢 是歷代歷勢來 神從未打開過的奧秘和魁布 所以必須由最根基開始練習 在最開始練習的時候 就好像寫文字練習簿 一字一句,沿著虛線而寫 慢慢由單字去到句子 由句子去到文章 最終學習到駕馭文字的能力 才可以輕易地藉著文字表達自己 學習創作師科都是這樣 由音樂動勢的開始慢慢走到現在 目的是讓我們學習駕馭音樂的能力 能夠輕易藉著音樂去表達自己 而這種成熟的表達方式 就是對信仰的演繹 向神流露的生命頌歌 我們在學習中不知不覺成長 變得更成熟更有來嚇 更像神的基督徒 這個才是音樂動勢的真正意義 以這個角度理解 就明白舊約時期當中 為何神已敬拜讚美 预表獻祭和香料 因為對比我們現代人 舊約的以色列人是簡單很多 神對他們的要求亦不高 不會預期他們能夠 像我們一樣 介入到如此複雜的音樂侍奉 所以 神只需要他們 進行簡單的舊約節儀儀式 甚至以憲制作為信仰的表達 但過程中 他們需要緊守自己的心田 有一個純正的動機 和正確的心態去付出 對比現在 雖然他們要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但在當時的年代 神已經會越來 現今我們所做的就複雜得多 但過程中 我們和舊約以色列人一樣 同樣需要緊守自己的心田 有一個純正的動機 正確的心態去付出 才會被神越立 因此 雖然舊約的儀式相對簡單 但神就以舊約簡單的儀式 去成為一個謎題 隱藏深奧複雜的語言和真理 留待身約的時候 在神特定的時間 由神所高立的真命天子 打開這些真理和語言 到新約初期教會 因為主耶穌來到 信約的表達比舊約更為豐富 但和舊約一樣 其實也只是隱藏深奧複雜的語言和真理 以弗所書亦提及 整個教會體制 新約福音本身也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傲備 一個比舊約更深層的信仰表達 當中更成為一個語言 語言辛苦能夠創作出生命的重歌 假如石安新歌是辛苦生命的重歌 這樣大調Major的歌 和小調Minor的歌曲數目 是否按一定比例分配已經不再重要 最重要的反而是 每首歌有沒有包含神的信息 Message 正如這位寫家書的學生 一封家書的字數、文體或格式並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家書的內容 即是學生對家人思念的情懷 是他順其自然底下的生命表達 所以 學習寫作技巧 只是讓這名學生認識更多字 避免因詞不達意、錯別字 或者缺乏句式 令人無法理解整封信的意思 同樣,當我們知道 詩歌應該是生父從內心散發的生命重歌 過往所學習的技巧 只不過是讓作曲者能夠事半功倍 創作出最優美的旋律 寫出最動人的歌詞 但最重要的始終是隨著時間流逝 我們在生命內涵的成長 寫出一首比一首更有生命內涵的樂章 這正是神在石安教會打開第一個動勢的原因 讓全世界一同見證石安教會過去的成長 如何按照神的大領 由最初的一粒種子 從微小開始一步步成長 即使是最幼亂的開始 石安新歌第一首《508》 已經是按照神的計劃和步伐 隨著年月過去 神亦不斷在音樂上加添各種真理亮光 令石安新歌能夠不斷進步 並且一點一滴都不偏離 才建立出過去我們所見 竟然連一首歌曲的編號 都不偏差的印證 最後,這個音樂動勢的總括 居然變成辛苦耐心 為神所寫的生命中歌 所以不用刻意去擾搖擾作 把明明將major調調到 minor調 或者鑑操作 minor調出來 其實不用的 是順其自然的 因為本身每一首歌都是持續訊息 這就是第一個momentum 我一開始已經教他們 就是你一定要有訊息 一定要有訊息 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訊息是給訊息人 即是我們石安根本是訊息人 我們就是一個訊息人 我就是一個訊息人 在1998年 入魂牧師從神領受了第一個音樂動勢之後 就教導石安教會的音樂同工 要明白 創作一首詩歌的時候 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詩歌所蘊含的訊息 Message 相比歌曲的旋律和編曲是否動聽 歌詞是否優美 其實當中吻含的訊息才是最重要 唯有在歌曲裏面 帶著從神而來的訊息 才能讓人經歷神的同在 感動人心 聖災神的恩膏 改變人的內心 亦是因為詩歌中帶著屬神的訊息 才可以孕育動聽和優美的旋律 歌詞和編曲 就如主耶穌基督在二千多年前來到世間 祂所講的真理 全都是來自父神的訊息 並帶著父神的訊息傳揚天國福音 約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至五十節 因為我沒有憑著自己說 唯有差我來的父 已經給我命令 叫我說什麼說什麼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故此我所講的話 正是招著父對我所說的 約翰福音八章二十六節 我又許多事講論你們 判斷你們 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 我在他那裡所聽見的 我就全給世人 但我們 如何才能將來自神的訊息 或是我們發自內心對神的讚美和敬拜 放在詩歌裡 成為一首言之有物的詩歌呢 其實這是一個進程 就如一位小朋友最初學習英語的時候 只是靠重複閱讀 觀看 背中和抄寫 例如 重複唱ABC歌曲 抄寫臨毛本 Copy book 背中一些生字和語句 但一切重複的背中和抄寫 並沒有任何一句 是這位小朋友發自內心的訊息 他只是閱讀 抄寫和背中別人的作品 直到這位小朋友開始長大 能夠掌握怎樣使用英語 開始能夠自己創作文章 才會將發自內心的訊息 以文字或者朗誦 向同學或者老師表達出來 當這位小朋友長大成人 學業有成 就可以創作出感動人心的文學作品 他的文章就會被人傳重和欣賞 過去32年 石安教會的詩歌發展 都是依循這條成長的道路 由1985年至1998年的13年間 雖然曾推出超過六百首詩歌 讓會眾在聚會中中唱 但絕大多數都是翻譯外地的詩歌集 在這13年當中 只有寥寥可數的十數首詩歌 是由石安教會的弟兄姊妹創作 所以 石安教會在1985年至1998年間 仿佛因為只能夠依靠 臨無別人作品的系統 未長大至可以大量擁有自己的詩歌 推出大量隱藏我們發自內心 含有訊息的詩歌 及至1998年2月 神啟示日華牧師有關音樂的秘密 從而引發了第一個音樂動勢 自此 石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就能夠源源不絕地創作詩歌 出現過去19年 創作出超過一千首詩歌的音樂奇跡 然而 由華牧師指出 為何世上絕大部分死而有死的假宗教 即是那些古舊的基要教會 每次聚會都是千篇一律 每篇廣道都是重複又重複 所唱的詩歌 數百年來只有幾本詩歌集 整個聚會過程都非常沉悶 正因為他們完全沒有來自神的信息 他們自己本身對神亦無話可說 這些假宗教家的心裏 根本就沒有神 對神亦完全沒有任何感情 教會和會眾對他們而言 只是用來得利和得尊重的途徑 神是絕對不會將啟示和信息給他們 他們對神亦完全沒有任何回應 正因如此 這些假宗教則如同曠野的荒漠 不可能會有新鮮的草被羊群吃 即是不會有源源不絕的信息和詩歌 然而 每一個世代 神都會預備信妻 藉著廣道和詩歌將信息帶給人們 例如三千五百年前 神賜予摩西律法和節旗 雖然表面上是一堆舊約的禮儀 但實質 他隱藏了極豐富的信息 而會幕就隱藏了王道十二宮 甚至到了現今這個世代才能夠一一解明 同樣地 因為尤華牧師擁有神啟示的信息 成為神在這個時代的信妻 所以 石安教會每一篇信息都是神新鮮的話 每星期都有動聽且有深度的新歌 每篇講道和每首詩歌都是言之有物 永不重複 甚至內容和編號都有共同信息印證 因為石安教會不單只是抄襲、淋無和重複前人的信仰 甚至是不斷地在信仰中成長 到達巔峰的黑門山山頂 辛苦的級數 成為神的信妻 就好像主耶穌一樣 將神在這個末後時代的信息帶給世人 所以 第一個時刻 本身 如果我們每次都重視這個訊息 其實神就會將這些訊息 不斷給我們 而事實上 我們看到 由第一個時刻開始 已經是神賜給我們 給這世代的訊息 所以我們的歌 只要我們懂得聚焦啟句的實質 就是強調這個訊息 當我們強調這個訊息的時候 那麼 神就可以跟頂姐妹溝通 就可以跟作歌者溝通 就可以跟編曲者溝通 那首歌就會雲言天成 是來自屬靈的 是來自神的 是對這個世代的訊息 當我們從珠母的概念去理解整個歷史 就會發現舊約一切節旗和禮儀 其實都是辛苦的影儀 於是辛苦達到信仰巔峰的領域 由當我們從獻祭和祭物的角度 進心去理解詩歌和音樂的秘密的時候 不論是舊約時期 以色列人奉獻的祭物及香料 也或新約時期 基督徒實踐出祭物及香料的實意 除了認知祭物是讚美 香料製敬拜之外 我們必須明白 讚美或是敬拜的詩歌 都需要強調當中的信息 任何詩歌若然缺乏了應有的信息 就會令人感覺讚美或是敬拜變得膚淺 無趣味及無聊 但是所有聽過石安新歌的聽眾 都會發現石安教會創作的每首詩歌都絕不膚淺 每首石安新歌 打從第一次聆聽 以非常暫身 極具經典歌曲的特質 令人百聽不厭 甚至由當年創作的第一首《紫金》 仍然充滿味道 因為從十九年前開始 神吸雨入華牧師第一個音樂洞世的時候 已經非常著重每首石安新歌 都必須具備和表達出應有的信息 以神吸雨的靈感帶著一個指定的信息 創作出每一首石安新歌 正因為從神次月的第一首石安新歌開始 已經隱藏著神蒼西以來所鳴定的信息 所以每首石安新歌的誕生都絕非偶然 每一首都可以變成神與人溝通的信息 並且可以成為經典、悅耳 讓人經歷神同在的詩歌 從過往天馬祖行動眾多共同信息 以及聲喪殺人十周年當中的種種印證 除了每一個數字都有驚人吻合之外 甚至第一個音樂洞世中 每首石安新歌的編號 都是神的超然掌管 例如508蒙神言吻 吻合上年5月8日 正508當日 教會派發第一代石安劍有線耳機 1455 心中永念我主鴻恩大愛 吻合當日主日所播映 於2014年5月5日預先錄製 卻被神安排上延至當日播出的主日訊息 而當日的主日訊息 也正好提及1455年英國發生的玫瑰內戰 可見 每首石安新歌不但帶著蒼西以來的訊息 而且都是在神超然的掌管下發生 甚至 去年當日有和牧師著手研究石安劍耳機的時候 才發現18年來 唯一一首 完整製作成wave高清原音檔案的石安新歌編號 正是923 就是代表身符信仰巔峰的數字923 連一個數字都沒有偏差 完全是神所明定 神要傳達的訊息 就是印證石安教會 經已達至923信仰巔峰的領域 在神的超然掌管下 受錄在923 無論生死心堅決要往正路走的石安新歌專輯萬有 封面設計只是一個人站在一座高山的頂峰 完全印證神父達至923信仰巔峰的訊息 神一步步帶領著石安教會 都帶著獨特的意思 讓我們明白潛藏背後的訊息 是何其重要 同時 當我們分享天馬祖行動及宣布星圖訊息之後 神就展現了創世紀第一章 阿利夫塔夫的真正意思 神以阿利夫塔夫創造天與地 都只是一個註母 目的就是要創造阿利夫塔夫的辛苦 所以 今天整個教會對聖經的認識程度 先有著完全暫生的啟示 得著前所未有的時點 揭示舊約時代的節旗、祭物、歷史 耶路撒冷成長規劃的過中意義 原來每一件事情都並非偶然 整個2D平面的舊約 都隱藏著指定的意思和訊息 我們也終於可以理解 為何舊約的禮儀、節旗、祭物 總是容易讓人不以為是平淡、呆板 膚淺及重複沒有意義的事情 甚至有好色基督教中派 竟然只會單單接受新約 完全摒棄舊約 覺得舊約是無聊、無意義 直接一點說 只是因為這些中派、牧師和基督徒的無知 腦袋未有適當發育 導致他們無法明白舊約潛在的信息 這是何等無知呢? 他們用個人的無知來發展信仰和永生 就歪了亦不自知 導致自己完全不明白信仰的原意 完全錯失話無法捕捉聖經的核心信息 以及各個信息的重要性 然而 亦說牧師卻能擁有神圓圓不絕的啟示 輕易捕捉萬事萬物背後潛在的信息 所以 整項教會能夠超越普世教會 色經家和國際才知 明白聖經的奧秘 認識舊約每一個祭、香料、祭物 阿力的偶與塔夫傑白揚告的意思 我們在任何事情上 都能夠看出聖經 以及神鋪設天上眾星 萬物和歷史的真正意義 能夠發掘和明白神蒼西以靈的各個信息 累積全人類歷史智慧和知識總和的Wisdom of the Ages 而聖制啟示錄打開啟示錄千古之謎 好讓我們趕上成為與主耶穌有相同形象和樣式的辛苦 所以不用說我們這麼粗要做一些小學調出來 我們可以這樣去練習這些技巧 但不要這麼粗 像妹仔大過主人婆 到最後為了做小學調而毀了一個訊息 所以這也是代表了神去看我們的教會 或者看我們的教會現在到的程度 所以每個小學調和小學調 如果像石安那樣 是一比一百都不奇怪的 大致點會多些 但是就是順其自然的 多而不是這麼粗糙的多 所以關鍵就是說 當我教他們作第一個momentum也好 或者錄歌的班也好 我也強調就是一個訊息 你一定要想辦法表達到神秘的訊息 神秘的訊息的時候 你用一些方法能夠表達那個訊息 那個內容 那種意境 那種感受出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當我們能夠做到一個好的訊息 神就會給予我們好的訊息 這樣 所以變成 在我們知道 是 major 調是代表 讚你 minor 調代表 敬拜 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原則 我們在作曲的時候 我們在寫歌的時候 我們在鍛鍊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這個原則 但是問題就是說 其實當我們 神所賜這首歌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終於圓著的話 其實我們會親眼看到那個變化的 但是不是等於我們不需要去鍛鍊 或者學習這方面的技巧 我們都需要 但是那個不是因為我們對這方面的技巧 熟還是不熟就可以控制到兩者的比例 其實不是的 就是我們可以控制到快歌慢歌的比例 但是major 調和 minor 調其實是神比的 因為它真是分了敬拜和讚美之間的分別 在早前主義訊息中 有黃牧師為大家分享過 原來在整個人類歷史中 神之下的敬拜讚美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屬於舊約時期 當時並沒有真正敬拜讚美的真理 神只是在會幕中 設立了憲制和蕭香的禮儀 成為將來敬拜讚美的預表 第二個階段是新約時期 當教會出現之後 神將舊約禮儀所預表的敬拜讚美 啟示給教會 其後教會聚會中 藉著眾唱不同詩歌來敬拜讚美神 到了末後日子 1998年 神將終極的音樂秘密啟示入華牧師 向我們打開敬拜讚美的真意 原來敬拜讚美並非單單在聚會中 誠心地向神重唱詩歌 而是更深層次地 讓詩歌徒做我們的內心 令我們的生命被改變 成為真正的讚美者和敬拜者 以一生成為一首重歌獻給神 既然來自神的信息的詩歌 擁有改變人心的強大能力 為何神要等摩西會幕建成後的3500年 先將音樂的秘密賜給日華牧師呢? 為何要等到這個末後日子 先將這件強大武器賜給教會呢? 日華牧師指出 當我們回望過去100年 自人類懂得錄音技術 可以將音樂複製到唱片、錄音帶、音樂MV、CD和MP3 甚至在今時今日的網上流傳後 音樂已經是人類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工具 影響文化、文明、思想、情緒和道德 由黃牧師亦曾藉主日信息 加拉太書之搖滾樂 分享撒旦也是利用音樂成為邪惡的工具影響世人 九月神在3500年前 已經將音樂的所有秘密告訴人類 人類又如何掌握音樂 確保只用在正途上而不會走歪呢? 到了1948年 神只是一張小部分 敬拜讚美會帶來神同在的音樂啟示 交給靈恩教會 在短時間內 因為神的同在所帶來的成功 龐大人數和金錢利益 他們早已將神賜給他們的敬拜讚美音樂 成為得利門敬 效法愛幫人的手段 將基督教的音樂相品化 成為一門上8億美元的大生意 其實他們所敬拜的已經不再是神 而是馬門 領事和詩歌的創作者 已經不是神的先知 而是假先知巴蘭 這些出受敬拜讚美詩歌陶利的教會 已經不再是神的辛苦 而是變成在世錄的大淫婦 將會在大災難中被神審判 我們就會明白 為何神要人類歷史發展了數千年之後 到達1998年 才將音樂的所有秘密交給日華牧師 因為這個工具對人類的影響 實在是太大和太快 只有對聖經真理擁有全面基礎 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 加上完全不會受賣廣道和詩歌 用作途利或收回成本的石安教會 才能夠得到神的信託 將這個終極的音樂秘密 給予日華牧師 成就第一個音樂動誓 1998年 當神啟示日華牧師有關音樂的秘密 從而誕生第一個音樂動誓 並且完全免費送出所創作的詩歌 到了2016年 神更將創作耳機的秘密交到日華牧師 其實就達到了讚美敬拜的真正目的 正當普世教會 都將詩歌當作商品出售途利 成為宿令任父 石安教會它逆流而上 無論面對怎樣的困難 都堅持將創作的詩歌 和所製作的耳機 變為禮物送給全世界 完全免費 不收分毫 卻成為了鍛鍊我們的註母 鑄造了我們成為辛苦 為神的緣故 保守自己的癥結 不為利 出賣神的恩賜和恩高 達到了敬拜讚美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與神相似 成為全世界的榜樣 神以真正敬拜讚美的詩歌 用來雕奪我們的信仰 讓詩歌成為我們對神的付出 用去影響、改變 和屠野我們信仰的優美情操 成為輕香祭物和香氣呈獻給神 相反 外面的斑難 得到小許離子神有關音樂的啟示 就立即變賣取離 並不是付出 而是貪圖安逸 與世界妥協 他們創作的詩歌 也只是情緒宣洩 以及討好會眾和聽眾 但是石安教會創作的詩歌 卻不是討好人 而是為了帶出神時代的訊息 以及切實執行神的話語 就像主耶穌一樣 只講出父神的旨意 亦知道如何成就神的旨意 那些以敬拜讚美音樂 成為得利門敬的巴難 是絕對不會這樣做 所以 無論是救約會幕 或者聖殿的祭物和香料 或是新約的敬拜讚美 最終 其實亦是帶領我們進入至聖所 令我們成為聖結 擁有神的聖情 可以進到神的面前 事實上 我們可以說 是漸漸進入去敬拜的層次 是屬於多的 因為本身 你會留意到 例如我們教會這麼多年 都是會作慢歌多於快歌的 其實快歌 基本上在速度上 拍子上 事實上作他的手 作得好的快歌 其實技術上 有些不容易的 可以說 但也是神去 誓兵我們教會 以及去帶領我們教會 所以變成 我們需要知道這個真理 我們需要知道 在領事上的技巧 將頂姊妹帶進神的同在 我們需要知道這些 但到作的時候 其實是 我們反而應該聚焦在訊息上 如果訊息是神想表達到某些東西 他自然就會把 詞、詞、編曲 會刺到給我們 正如我們恩賜運作 一模一樣 你會看到恩賜運作 咦?我們恩賜運作 我們是否要編了什麼 編了什麼 編了什麼 技巧你要學 你想編向 能夠呼籲別人的病得醫治 你需要更多對醫學認識 但是問題是 真正把訊息給你的 那些都是神 就像恩賜運作 又好像主日訊息 不是偏向喜歡什麼 便可以了 譬如在我們過去 這麼多年當中 訊息到現在 你會看到 一定不是我個人喜好 現在看到 我個人喜好 不會有神奇的印證 那些是肯定神 按著祂的時間表 編排在我們教會 要說的訊息 這個才是最重要 而不是我個人喜好 是重要 或者我擅長 說什麼訊息 是重要 歷代歷勢裡面 每位基督徒都應該 竭力回應神 在當世代次遇的計劃 完成救贖計劃的進程 不論是作為領袖 或是作為幫助 以及跟從的會眾 都需要了解自己的角色 引營不同機能 作出合適回應 音樂領域裡面 神對聖安教會的大領 顯然是一日都沒有偏差 從神給予由華牧師 第一個音樂動勢的啟示 每首聖安新歌的創作 上年聖安劍動勢的誕生 至聖桑Sion十週年慶典 屠龍行動 如美音式講座的 暫生全複音模式 都是神絲毫不差地 認證以及大領 但是作為聖安教會的 弟兄姊妹 知不知道如何回應 以及參與呢 日華牧師在今篇主日 信息裡面 向弟兄姊妹長章分享 牧師自己 如何準確接收神的信息 牧師是如何預備 每篇2012榮耀盼望信息 當然 對於普遍弟兄姊妹而言 會眾根本不需要自己預備 以及原創每篇2012信息 故此 理解日華牧師的操作方法 從而實際應用在自己身上的功用是不大 然而 日華牧師接收神信息的優質態度 卻是我們必須學習以及效法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 神給予石安教會的恩典 亦認知日華牧師在建立石安教會的時候 為信仰所付的極寶貴代價 對於石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 既然有幸成為石安教會的一分子 就當竭力了解以及完成神的心意 不負所託地完成今天神授予的定名 完成各人在救贖計劃的部分 既然神次予我們擁有第一個音樂動勢 石安新歌和石安劍等熟靈武器 我們應該如何配合以及參與這個動勢呢? 作為會眾 應該如何回應神給予石安教會的音樂奇跡呢? 作為平信徒 要懂得欣賞每首石安新歌 宗師其中的歌詞 理解神在詩歌裡面 給予我們的信息以及改變 因為每首石安新歌 都是神次予石安教會 潛藏著蒼西以來的信息 就好像屠龍過程裡面 大家都會輕易發現 指引人得到石安劍之後 會如何應用和享受呢? 他們豈不是樂在其中 以石安劍通宵達旦 聆聽石安新歌 經歷神的同在 被神感動 甚至應用在禱告和靈修上面 細心咀嚼每首歌的歌詞 接受每首詩歌所傳遞的信息 因為大家不難發現 每首石安新歌 都隱藏著一種明顯的特性 很容易透過旋律、編曲、歌詞、 異景以及眾唱者等 將神給予的信息 傳遞和感染別人 帶領人進入神的同在 在內心給予提醒 引發人自我反省信仰的可貴 和神的真實 找著永恆生命的重要 更為著神而拼命赴上代價 這就是神將第一個音樂動勢 賜予石安教會的原因 藉著詩歌 由於大祭司帶領匯眾 進入至聖所 進入神的同在裡 旧約中 大祭司需要符合特定資格 才可以進入至聖所 完成自己身為大祭司的部分 而匯眾進入神的同在 亦有神對匯眾的要求 需要滿足自己所經歷的部分 現時 神給予石安教會兩項音樂奇跡 全音域石安新歌和石安劍 成為我們超頻成長的至聖工具 弟兄姊妹透過石安劍和石安新歌 進入神同在的過程 由於走上一條捷徑 藉著每首石安新歌所傳遞的信息 將辛苦石安教會穿越的信仰和內涵 傳遞進入生命裡 加速熟靈生命的成長 改變生命性格和人生的取向 在這個人類歷史將要結束Tuff的時刻 超頻趕上 變成辛苦的模樣 在聆聽和重唱石安新歌的過程裡 透過崇拜神 在信仰上自我刁削 忘記自己種種人生限制 導致自己能夠在短時間裡 快速成長 得著辛苦的模樣 在舊任每年屬罪日的時候 穿著整齊祭司袍的大祭司 一連一次進入至聖所 神同在的巔峰領域 因此 大祭司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是預表裝飾整齊的身符形象的著墓 於是身符的身份和職份 所以每年屬罪日的時候 大祭司就會負起責任 帶領回眾 成為神的信差 頒布以及傳遞神的信息 引導回眾各自預備好自己 時刻警醒 反省以及省察自己的責任 大祭司藉著傳遞神的信息 幫助會眾符合和滿足神的要求 進而讓會眾成為神所預納的屬民 亦成為當世代神信差的一份子 正如今篇主日信息帶出的內容 究竟作為會眾 應該如何接收神的信息呢 如何作出回應以及參與呢 做法就是藉著敬拜讚美 成為接收神信息的工具 這亦是每首石安新歌被創作的目的 為要傳遞出神蒼西以來的信息 讓人在聆聽思覺的時候 自我雕訣、檢討、省察 走向信仰成長的捷徑 當大家能夠懂得 善用神所治癒的工具 石安劍和石安新歌 接收得到神的信息 就是今天聖靈向我們所講的微碼 在這個超頻成長的時代 部分人會有機會由奔剋的位分 趕上成為童女 同樣部分人更有機會由童女的位分 趕上成為辛苦的位分 在感言部分 我相信大家已經理解了更加深刻的 就是關於其實作歌 或者我們那個禮拜的敬拜讚美 甚至當作歌出來之後 我們選擇在不同聚會當中唱 其實是為了一件事 就是把神的訊息 去帶給我們每一個人 當然作一首歌 有作那首歌給那個時代的訊息 但問題是 無論我們在敬拜讚美 帶領聚會的時候 也有那一天神要帶領 或者說出來的訊息 因為你知道訊息有很多種 譬如像我舉個例子 神藉著我們去廣道 會有一些藉著廣道才說出來的訊息 就像我們說的關於Bitcoin 這些訊息 其實我們有再進一步更新 看到我們幾年前感動 我們花幾個禮拜時間 說Bitcoin 根本就一定是來自神 給這個時代的訊息 Bitcoin最新資訊及使用說明更新 更進心理解比特幣 和Botchain的操作注意事項前 我們會以問答方式 作進一步解釋 問題一 大兄姐妹現時仍適合購買比特幣Bitcoin嗎? 答案是 大家可以按需要選擇是否繼續購買 當中有兩個考慮因素 一、能不能夠負擔比特幣的價錢呢? 因為現時比特幣的售價已經比以前貴得多 但對比有華牧師的預測 一個比特幣將相等於一吨黃金的價值 仍然是絕對值得投資 至於數量方面 不疑太多 因為比特幣雖然擁有升值潛力 即使現時價格仍較為浮動 但按由華牧師之前教導的投資原則和實例 雖然當時教導投資可以股票 經歷多次價格大變 但最終持有10年以上的人 就成為了大贏家 因此 我們也愛心提醒各位弟兄姐妹 切勿以投機心態購買 買入之後 當中的起跌也是正常的必經過程 2.能否勝過試探呢? 當比特幣變成天價之後 基本上你並不需要擁有太大量的比特幣 已經足夠維持優質生活 亦意味著它快要成為666晶片 那個時候 你所擁有的龐大財富 都相對地成為了試探 就是財富和永生的試探 所以按著以往入圍牧師的講解 有少量比特幣已經足夠 問題2.假如有家人或朋友知道比特幣的存在 而問及應否購買或如何處理 我們又應該怎樣回答呢? 答案是 這一類問題特別是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 我們只需要帶出 這個是將來的貨幣模式 是將來的經濟方向 你可以解說當中的利幣 但是身為基督徒的我們 亦不應該主動建議他們購買 如果他們自行提出想購買比特幣 我們亦不會表達異議 只需要告訴他們 不需要購買太多 可當作小投資 點到即止就可以了 始終按著啟示錄記載 比特幣很大機會是666受印的前身 將來亦會成為一個印記 令很多人無法得到救恩 所以我們並不鼓勵身邊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購買 避免將來比特幣升值 變成一筆巨額財富的時候 人們為了有效地保管財富 避免人盜取 而將貨幣變成晶片 植入體內 用作買賣 記錄一切個人身份以及帳戶資料 政府考慮到市民的安危 必然會實施植入晶片的措施 現時中國已經要求民眾必須實名登記 日本亦在2017年3月30日 正式確認比特幣交易合法性 可見將來的認證程序會更嚴謹 這就是日華穆斯多年前分享的預測 Bitcoin這種新型電子貨幣的技術 最終會演變成為666晶片 你要知道 從未有任何電子貨幣擁有這種價值 不論是任何公司開發的遊戲寶石或者寶物 都不會有這種價值 甚至Apple的付款系統Apple Pay 都是以人的指紋作為認證 這種技術稱為生物科技 既然命名為生物科技 最終結局也必定是以晶片植入人體 如此一來 人們就會因為錢財的緣故喪失了救恩 但現時 假如有人希望購買比特幣 因著愛心提示的緣故 避免他們因為不懂操作而造成損失 也可以介紹他們觀看我們製作有關比特幣的精華短片 問題三 購買比特幣有沒有需要注意的事項呢? 現時 很多政府期望將比特幣交易納入正式規管 所以很多網站需要完成詳細的個人認證 才能夠買賣 當大家買入或者買出比特幣的時候 電腦就有足夠記錄 知道你的比特幣購買糧 以及你擁有的比特幣數量 換言之 政府將來可以有職可尋感 找出擁有比特幣的人 以及了解他們是否已接受晶片 而實施藉入晶片的原因很簡單 好像由黃牧斯早前已提及 匪徒可以不經任何銀行或機構收取贖金 變相鼓勵了勒索事件 現時社會上已有這些勒索事件和報道 如果將來比特幣的價值給得上一噸黃金 隨之而來的罪案 不惜綁架以及用營來換取更多贖金 也是必然會發生的情況 因此政府必須採取有效措施解決治安問題 戒時為人植入晶片就成為了不易之選 一,當所有資產和個人資料都儲存在晶片裏面 政府便能輕易獲得人們的所在位置 匪徒便不會綁架以植入晶片的人 二,為了方便管理比特幣的存放位置以及交易 當然,這將會是七年大災難所出現的狀況 但現階段而言 我們亦應當學習如何購買比特幣的智慧 首先是不需要認證的買入方法 例如比特幣自動提款機 香港設有三部Bitcoin ATM 詳情可瀏覽HKBitcoin ATM Facebook專頁 分別設在中環、旺角以及荃灣 當然,這種方式購買的比特幣售價會較高 其次是透過香港網上平台買入 暫時,香港只能在ANX網站購入比特幣 至於國內購買比特幣方面 由於中國政府正研究規管中國大陸的比特幣平台網站 當政策推出的時候 哪一個中國大陸比特幣平台網站會較為可靠 仍是未知之數 所以,這段期間 教會並不鼓勵使用中國大陸的比特幣平台購買比特幣 直至另行通知 整體而言 由於比特幣平台網站 需要用戶提供長進個人資料 因此,在實名登記的平台上 切密買入大量比特幣 需要大量購入比特幣的話 選用不需要實名登記的平台較為合適 因為政府加入管理條例之下 必定會由交易平台的資料入手管理 可以核實比特幣擁有者的身份 以及是否已執行合適監管 例如,推行安裝晶片的時候 相信必定會以這些資料作依據 過往我們購買比特幣的時候 並不需要採用實名認證 並不會留下太多資訊在交易平台 但是購買新比特幣的時候 應選用新的Bitcoin Address 收取新買入的Bitcoin 也不要選用舊的Bitcoin Address轉帳 避免連同舊的Bitcoin交易也同被監控 因為轉移至相同地址 已經能夠知道是同一個擁有者 問題四,怎樣使用比特幣呢? 答案是,使用比特幣的方式有兩種 分別是兌換現金方式 或者是電子轉帳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傳統方法 將比特幣兌換成現金 暫時,將比特幣兌換成現金的方法 必然是透過各大比特幣買賣平台 例如香港ANX,中國BTC China 或者美國的Bitstamp等等 但之前已經提到 透過買賣平台交易,你的資料也會留在平台 意味政府會知道你曾經到訪某交易平台 將比特幣兌換成現金 然後交易平台也將現金轉到你的交易戶口裡面 一連串動作看似方便 它已經被完全監控了 七年大災難的時候 這些資料就會輕易落入敵基督手裡面 另一方面,現時很多登記手續都需要取得個人證件 很容易就能夠追查你的身份 以及知道你擁有多少比特幣 相對地,越到後期 越接近末後日子 就會越危險 第二種方式 因為比特幣現時已變得較為通用 藉著電子轉賬方式 可以直接以比特幣作買賣交易 這種方式必然是將來的主流付款方式 勝過我們現金的現金付款方式 事實上,Coinbase Bitcoin商務平台 已協助超過4萬5千間公司 作線上Bitcoin付款系統 包括較為人熟知的全球著名企業 在線旅遊網站Expedia 線上金流系統PayPal 電腦品牌Dell 以及購物網站Overstock等等 都已經接受比特幣電子轉賬方式付款 現時Bitcoin電子轉賬方式已經十分方便 個人使用上,一般手機Wallet App 例如Blockchain App 已經可以直接輸入港幣單位 自動換算Bitcoin等直接轉賬 問題五 現時,究竟有哪些存放比特幣的方法呢? 以下是有關存放比特幣的方法 其實比特幣並非真正存放在某裝置或者電腦裏 也不是真正以檔案方式 儲存在任何一部電腦或者軟件上 而是存在在互聯網裏 我們只是存放了比特幣的私人約時 而這個約時就可以打開網上的比特幣使用權 目前存放比特幣的方法分為三種 第一,使用提供比特幣存放服務的網站公司 但假若網絡不能夠運作或者公司內部出現問題 你就無法取回比特幣 所以,我們不應該把所有比特幣存放在網上平台 雖然網上平台比較方便和易於操作 但是存放數量不適宜多過一半 第二,可以存放在電腦平台 第三,除了直接放在電腦 也可以存放在硬件wallet 假如我們要存放比特幣的私人約時 可以將一半約時放在網上平台 另一半則以硬件wallet 或者直接存放在電腦方式 存放在個人電腦 問題六,如果我想了解更多比特幣使用資訊 可從哪裡入手呢? 答案是,bitcoin.org是比特幣官方網站 會定時為大家更新基本資訊 推介應用程式以及最新設備 包括流動錢包APP、電腦軟件、硬件錢包等 問題七,最近新聞提及比特幣的硬分差到底是什麼呢? 答案是,由於涉及比特幣的複雜操作原理 所以這裡不會以學術層面詳細解說 只會概括解釋 簡單而言,就是比特幣值得被接納成為貨幣的原因 是基於一個比特幣錢包 可以記載比特幣從發明到現在的所有交易 而交易的時候,網上也有無數電腦核實這個交易 無法作假 可以想像,當比特幣每日交易量越來越多 比特幣發明至今的流水帳就越來越厚 而每一次交易的核實時間也會越來越長 舉例,假如用比特幣買杯咖啡 但核實時間是30分鐘的話 就不會再有人用比特幣作日常生活的工具 而比特幣作為貨幣的作用也會消失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提升速度 部分程式員提出要簡化比特幣交易的內容 讓交易可以更快確認 但這個會令比特幣的安全性存在風險 所以,雙方程式員都互不退讓 最終的結論,可能會令比特幣出現兩種版本 這個就是硬分差的危機 然而,日和牧師分析 比特幣面對各種技術上的問題 反而在比特幣變成流通貨幣的必經階段 越經得起考驗的電子貨幣 越能夠成為各國政府接受的貨幣 亦因此會更加值錢 所以,現階段比特幣因為技術問題 招致的風險 亦有機會令價格上落50% 但只要打破這些技術瓶頸 比特幣的價格亦會隨之突破 到最後,比特幣更會成為 所有國家最接納的電子貨幣 繼而成為陸陸陸受印晶片 就著硬分差的危機 Webbot作者Cliff High 亦有提及 他分析 這個危機並不會令比特幣出現太大問題 並且,Webbot對於比特幣的預測中 從來沒有因為硬分差危機 而令比特幣價格受到嚴重影響 現在,The Bitcoin Hard Fork should it occur 因為有很多疑問 它還沒發生 但是,Should It Occur 它不明顯是我們的資料 是否有一個問題 而且,Bear in mind 如果每個比特幣你現在 你會得到,你會得到 所以,Hey 如果一個比特幣失敗 如果一個比特幣失敗 大問題 你會回到哪裡 你失敗 所以,Chill out Don't sweat it Go about your business with Bitcoin You know,Our data sets 並不會顯得到 其中一個大問題 所以,No worries 有關比特幣的資訊 教會將會不時為大家作出更新 使用比特幣比特幣時 必須認識比特幣錢包Bitcoin Wallet 私人約時Private Key 和公開約時Public Key的概念 首先 讓我們簡單 重溫比特幣錢包的類型 現今市面上各式各樣的比特幣錢包 主要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 電腦軟件型錢包 如Bitcoin Co 前身為Bitcoin Qt 或Multibit 第二種 網上專型錢包平台 如Blockchain.info 和Bitgo 第三種 比特幣買賣平台 如 ANX 比特幣中國 BTC 及OKCoin 等 第四種 實體類型錢包 例如 列印出來的紙錢包 或以硬體裝置 專門存放比特幣的硬件錢包 Hardware Wallet 如 Tresor LedgerHW.1 及 KeepKey 什麼是私人約時Private Key呢? 所有比特幣錢包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保存你的私人約時 因為比特幣只存在於互聯網上 沒有真正以檔案方式 儲存在任何一部電腦或軟件上 這個也正是區塊鏈Blockchain的特性 就是只需要互聯網已經可以儲存到Bitcoin 因此要如何區分自己的Bitcoin呢? 答案就是我們需要擁有一條私人約時 才可以得到比特幣的使用權 不論是電腦或網上提供的比特幣錢包 都可以存放多個比特幣私人約時 就等同一個保險箱內 可以存放多本銀行存接 每個私人約時的存款也是獨立存在 需要獨立密碼來開啟 按著過往的教學 現時大家應該都只有一個Blockchain戶口 並且多數都只有一個私人約時 至於公開約時Public Key又是什麼呢? 私人約時在每次交易中 都可以生成新的比特幣地址 Bitcoin Address 即公開約時 可以按交易需要無限量地生成 沒有任何限制 公開約時主要用作查閱戶口帳目 交易餘額及收取比特幣號碼 並不具備任何提款功能 因此一個私人約時可以擁有無數公開約時 我們只要擁有私人約時 就能夠動用當中的資產轉帳提款 所以大家必須小心保存 防止別人盜取你帳戶內的資產 而一般錢包網站 如Blockchain.info 為了方便客戶 都會以客戶登入名稱、密碼 和一些認證手續 來為私人約時上鎖 當所有資料都符合 你就可以使用私人約時的一切款項 公開約時只能夠用於別人轉帳給你 或查看帳戶交易紀錄及餘額 而公開約時是由私人約時衍生 沒有任何數量限制也不具備提款功能 所以大家只需要小心保存私人約時就可以了 由於Bitcoin將會擁有極高價值 因此再次特別提醒大家 需要了解它的運作方式 並學會操作方式和原則 明白它的運作原理之後 將來無論在任何平台或軟件使用 操作亦會是大同小儀 認識新版本Blockchain 比特幣錢包的兩種私人約時 Private Key 過去曾為大家介紹過以網上平台Blockchain 傳方比特幣的方法 這幾年間 Blockchain有一種新技術和功能 My Bitcoin Wallet 能夠解決以往每次轉帳和收款的時候 輕易被陌生人反向查閱帳戶餘額 以及在過往交易紀錄的問題 Blockchain考慮到所有交易都容易被追蹤 於是利用比特幣地址可以大量生成的特性 自家研發及提供了新的服務 在每次收款和轉帳的時候 My Bitcoin Wallet 都會自動生成新的地址 Adress 或是自行生成公開約時 Public Key 換句話說 每個交易中 交易地址都會更生 不會使用相同的地址 而這個運作的好處是 第一 即使同時進行多筆交易 或是越洋交易 雙方都可以準確識別這一筆的款項 避免混亂 第二 避免單一地址交易 容易被追蹤身份的問題 即使帳目是公開 亦都查不出收款地址是屬於同一個人 大大保障了商戶收款的私隱問題 第三 散卻了用戶每次次行生成公開約時的程序 但是 沒有必留意 My Bitcoin Wallet 只能夠在Blockchain.info的平台上使用 無法以舊有方式導出私人約時作備份 雖然Blockchain公司有提供恢復短據 作為回復的用途 而關於恢復短據 用後會再詳細解說 假如Blockchain公司出現任何問題 就無法取回賣Bitcoin Wallet裡面的比特幣 所以大家可以用My Bitcoin Wallet 作為一般的收款和付款用途 但並不建議大家把比特幣存放於此 現時 當大家登入Blockchain賬戶 你的比特幣應該就存放於導入的地址 這個就是傳統的私人約時模式 你只要懂得備份 就能夠在其他平台再次使用 並不需要經過任何Blockchain登入手續 故此 再次強調大家要小心保存你們的私人約時 建議每位用家都分開使用導入的地址和賣Bitcoin Wallet 導入的地址用於存放比特幣 賣Bitcoin Wallet 即是用於轉帳和收款 現在就要我們盡心了解一下Blockchain的運作 以及使用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 好讓大家能夠熟習 並且安全使用比特幣 現時 只要在Blockchain網站搜尋欄的搜尋位置 輸入公開約時 Public Key的字串 就能夠查閱這個地址的交易紀錄 途中的例子 你可以輸入這些字串 查閱該地址內的交易紀錄 假若不斷以同一個公開約時作為收款地址的話 任何人都能夠知道你的收款交易 於是 就間接將自己的比特幣存款公開了 從圖中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址內所有的交易 所以 因此Blockchain戶口 分為兩種的存錢方式 第一種 是賣Bitcoin Wallet 每次收款都會自動生成新的比特幣地址 並且自動管理所有地址背後的私人約事 但是這些地址無法導出傳統的私人約事備份 只可以存放在Blockchain的錢包戶口 第二種是舊有的地址 改稱為導入的地址 Imported addresses 假如你多年前已經購買並且存放比特幣 你應該會在這個地址尋找到你的比特幣 這裡也可以以傳統的方式導出私人約事備份 而私人約事備份 可以在Blockchain以外的軟件上運作 既可以增加安全性 亦可以避免網站問題 所以 針對目前私人約事的存錢方式 建議大家同時備份Blockchain戶口 以及舊有的比特幣地址的私人約事 一個Blockchain戶口的完整備份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 備份完整的登入信息 第二 備份舊有地址的私人約事 在再進心講解使用之前 必須先為大家處理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如何登入以及能否使用雙重驗證呢? 因為已經有很多個案 涉及網機密碼 或者是Google Authenticator已經失效的問題 登入的時候 網頁會先要求你輸入Wallet Identifier 你可以在電郵信箱內尋找Blockchain 就可以找回這些郵件 如果未能找到 就可以輸入以下的連結 然後按這裡 Blockchain網站就會將你的Wallet ID 再一次傳到你的電郵地址 但是密碼卻沒有方法取回 只能夠自行嘗試不同的組合 嘗試找回自己的密碼 如果你已經具備Wallet Identifier和密碼 下一步就是能否正常使用雙重驗證 而雙重驗證可以有幾個方法 如果已經無法操作 也可以在這裡重設 在右下角選 View Options 然後選擇這裡 Lockchain可以解除雙重驗證 但是工序和時間上都會較長 亦都要你輸入一些資料來核實身份 輸入的資料越詳細 成功機會就越高 Wallet Identifier 輸入Wallet ID Registered Email 註冊時使用的電郵地址 New Email 如果註冊電郵無法使用 可以輸入新的聯絡電郵 Secret Phrase 如果你申請時 有抄下一組特別的英文短句 可以在這裡輸入 假如遺忘了 網站也可以幫你解除雙重驗證 只是要花較長的時間 Message 如果有其他資料 也可以輸入 Capture 輸入圖中顯示的字 一般取消雙重驗證的程序 需要3至7天 如果重設成功 就可以以Wallet Identifier 和密碼登入 而有關Blockchain備份戶口 登入保安和驗證方面 Blockchain系統 基於安全理由 提供雙重驗證 作為一個保險做法 但是也有其他保安認證身份措施 例如電郵認證 Google Authenticator認證 和SMS認證 雖然正常的情況下 這些措施也足以加強戶口安全 但是也要考慮不同的情況 根據大家過往的使用雜訊 現時選用以電郵方式的雙重驗證 會較為理想 而Google Authenticator認證 即是容易產生其他問題 例如電郵雙重驗證 當你使用新電腦 或者於國內不同地區的網絡 登入Blockchain Blockchain就會視你為可疑人物 並且發出電郵認證 已確認使用者是你本人 但是中國國內防火牆 會隔絕Google服務 如果使用Gmail 就無法接收這封確認電郵 這個時候就需要改用漫遊服務 或者是VPN等的工具幫忙 有例如你使用Google Authenticator 作為雙重驗證 或者稱為兩部驗證 但是更換手機之後 因為無法還原Google Authenticator的驗證資料 也會造成遺失 SMS短訊認證 即是要考慮你的電話 在國內能否接收到短訊 否則亦無法登入錢包 所以 使用三種不同方法 亦都要注意相關工具 能否妥善收發訊息 假如進行雙重驗證失敗 可以聯絡Blockchain解除設定 但是必須證明自己是帳戶擁有者 有關是Blockchain備份戶口的方法 1A 首先大家必須妥善設定 並記錄Blockchain的登入資料 包括 1. 錢包ID 可經由Email申請補法 重新得到ID資料 2. 登入密碼 是不能重設 自己必須奴記 3. 付密碼 在付款的時候輸入 同樣是不能重設 必須自行奴記 1B 備份Blockchain戶口 可以在安全中心 設定備份恢復短語 這是一組由12個英文生智組成的短語 請根據指印準確並順序抄寫 當你擁有這組恢復短語 就可以在登錄幫助頁面中 使用恢復資金功能 完整回復你錢包裡的比特幣 但是這個方法 並不會還原導入地址的比特幣 謹記 請務必小心保存抄寫出來的短語 因為任何人擁有這個短語 都可以用來回復你的錢包 甚至使用你的比特幣 2. 備份舊有比特幣地址的私人約事 即是導入的地址 這一步 需要小心Blockchain 可能會建議你將導入地址的比特幣 資金或轉到MyBitcoin Wallet 但是我們並不需要執行這項轉移 只需選擇不要再顯示 假設你或轉資金到賣Bitcoin Wallet 因為賣Bitcoin Wallet的私人約事 是隱藏和不能夠備份 你的比特幣就必須經由Blockchain使用 但是Blockchain只是一個普通的德國網上平台 假如發生大災難 Blockchain也無法保證任何時間都能夠正常服務 這就代表你有可能失去賣Bitcoin Wallet的所有比特幣 唯一最可靠的 就是以Bitcoin原本的區塊鏈式網絡系統保存 所以最安全備份私人約事的做法 就是備份了私人約事 隨後就可以在任何形式的前包 或者網上平台回復並使用 要備份私人約事 可以在登入之後 進入左面設置 然後再進入地址頁面 在導入的地址右手邊More Options 就可以點選私約功能 導出私人約事 導出的時候 建議選擇Base58格式 假如你戶口內有多於一個私人約事 你就需要逐個導出 這個就真正完成備份工序 你也可以導入其他私人約事 包括電腦軟件Molet的Bitcoin 例如Bitcoin Qt等 當然你亦需要懂得如何從其他軟件 導出私人約事 但只要是私人約事的標準格式 就可以導入和使用 Blockchain 使用者 需要處理以下步驟 1. 妥善紀錄和保存自己的登入名稱 及所有相關密碼 2. 抄出備份恢復短語 這是一組由12個英文生字組成的短語 請跟著指引準確並順序抄寫 3. 為導入的地址備份私人約事 並將檔案妥善全方 有關注意電腦安全和小心網絡詐騙方面 特別提醒大家必須注意網絡和電腦系統的安全 在瀏覽器上到訪任何比特幣交易網的時候 請確認該網站正是使用有效的加密通訊 當加密通訊正確生效的時候 網址列的左邊會出現綠色的HTTPS提示 假如看到網址列的左邊出現紅色或灰色警告 即是表示加密通訊出現異常 極有可能洩露通訊內容 這個時候請停止操作 等標示恢復綠色之後才繼續 於電腦上進行任何比特幣操作之前 請確定電腦上已經正確安裝防毒軟件 並且確認電腦沒有中毒 因為核赫可以藉著非常簡單的木馬病毒 竊取你電腦上的資料 或者曾經輸入的文碼 接收任何Blockchain電郵的時候 也必須小心留意整個名稱是否吻合 正確的電郵地址是 noheavenreply at blockchain.info 網址即是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blockchain.info slash wallet slash 如果電郵內附有連結 就需要更加謹慎 不要輕易點擊 要清楚確認連結網址是否正確 因為核赫門會用很多類似的網址 企圖欺騙使用者 如圖中的網址例子 有例如 blackchain、blockchain等等這些字眼 一不留神就會被蒙騙 使用時必須多加小心 至於如何妥善保存 私人藥視、private key方面 多年來 偶然都會有一些忘記blockchain密碼的個案 往往需要花上很長時間 嘗試找出密碼 所以 建議事忙的用家 考慮以文字方式記錄 blockchain的登入資料 這個方法 雖然可以幫助記下複雜密碼 但是存放地點也是最大的考慮因素 所以 最後也為大家介紹兩種 保存私人藥視的方法 一 可以考慮將blockchain登入資料 用文字方式列印 然後存放在香港或者國內的保險箱 由於私人藥視是一組約50字元組成的密碼 不容易記憶 亦不便抄寫 出錯機會較高 所以建議使用 qrcode列印方法 或密碼加密方式保存 qrcode列印方法 將blockchain登入資料記錄在文字檔 然後存放在香港或者國內的保險箱 密碼則可以放在文字檔內 再以SIP壓縮檔案方式 加上密碼保護 密碼可以選擇一些較常用的組合 因為USB檔會存放在保險箱內 應該有足夠安全 在Windows系統下 需要下載SIP壓縮檔案工具軟件 例如WinRAR或7SIP進行密碼加密壓縮 以WinRAR為例 大家可以到www.WinRAR.com下載WinRAR軟件 下載並完成安裝之後 可以選擇以儲存私人約時的text文檔 然後右擊滑鼠 選單中選擇Add to Archive 在壓縮頁面中選擇Set Password 就可以設定加密密碼 這個密碼可以選擇一些較常用的組合 避免再次忘記 這個就完成了加密程序 接著就可以嘗試再次解密檔案 確保密碼設定正確 然後將原師未加密的text文檔刪除 講解電腦和硬件錢包之前 再次提醒大家 就好像又說牧師所提到 它的價值將要等同一噸黃金 需要我們學會謹慎處理 以及極之小心保存 不應該存著大衣或者愛你不利的態度來看待 建議大家的處理方案如下 1. 將自己的比特幣分成兩部分處理 50%留在blockchain 50%存放在硬件錢包或者電腦錢包 2. 建議你購買一個硬件錢包 比使用電腦錢包更靈活和安全 3. 假如你已經使用Bitcoin Qt作為電腦錢包備份 現時就需要拿出來轉到新MultiBit HD 或者KeepKey這兩個使用平台 使用比特幣Bitcoin的時候 重要的一環就是保存的方法 也即是比特幣錢包的使用法 過去的主日信息曾經介紹Bitcoin Qt的使用 除此之外 比特幣錢包在這幾年間 也已經有了一定發展 因此在電腦版比特幣錢包的工具推介上面 我們將會以MultiBit HD 取代舊有的Bitcoin Qt 現稱為Bitcoin Core 首先MultiBit HD 是比特幣官方網推薦的錢包之一 是一個可以收發比特幣的電腦軟件 開啟錢包的私人約時 Private Key 就在電腦的硬碟上面 雖然好處是安全 但同樣要小心被自己 或者其他人刪掉 或者硬碟損毀 而MultiBit HD的開啟速度 比傳統桌上型錢包的 Bitcoin Qt快得多 一半只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與區塊鏈 Blockchain同步 不再像以往安裝Bitcoin Qt的時候 但第一次開啟 已經需要幾天的時間 下載整個交易資料符 安裝方法 在MultiBit官網 MultiBit.org 下載軟件之後 選擇 Download for Windows 下載最新版本 留意軟件只支援Windows 7以上 並不支援Vista和Win XP 軟件下載之後 可以按左下角進行軟件安裝 檔案現為MultiBit Windows X64 0.5.1 EXE 即是MultiBit HD version 0.5.1 按執行 開始安裝 按試 確定安裝 按Next 進入下一步 設定安裝位置 然後按Next 一般選擇為預設 設定開始選單的地方 和建立截徑 按Next 軟件解壓並進行安裝 安裝完成 按Finish 關閉安裝程序 完成之後 電腦桌面會出現MultiBit HD軟件的捷徑 請雙擊開啟軟件 手指執行的時候 需要作一些設定 可以選擇語言 我們以正看中文字為例子 單體錢包是指一個電子設備 專門儲存私人鑰匙 Private Key的USB裝置 然後會再作介紹 經過之前的精華短片 VO教學 大家應該明白擁有私人鑰匙 就等同擁有Bitcoin的道理 但因為電腦毀壞 避到或者病毒等問題 現時已經發展將私人鑰匙 另存於USB硬體錢包裝置的方法 當需要付款的時候 才插入電腦執行私人鑰匙 以防止私人鑰匙避到或者電腦損壞等問題 我們先以無硬體錢包來做一個示範 請按下一個 選我想要建立一個新錢包 再按下一個 留意紅字安全性的提醒 Anyone with a copy of your wallet works can spend your bitcoins so keep them safe 任何擁有或者得到你錢包短短的人 都能夠使用你的比特幣 顧勁請小心保管你的錢包 然後請按下一個 選擇備份位置 使用本機電腦 某的BitHD也支援雲端備份 例如Dropbox 選擇你想存放檔案的位置 下一步 這部分要非常小心 Day Stamp以及Wallet Words 主要是用作修復MultiBeach的問題 請小心抄寫下來 或以相機拍照保存 當然抄寫的資料以及照片 必須放在安全位置 Day Stamp只是令電腦更快同步 但Wallet Words 即12個單字短矩 即是救忙時使用的恢復預據 是極為重要 這點容後再作解說 為確保抄下來的資料是正確 系統會要求你輸入Day Stamp以及Wallet Words 輸入正確之後會出現Verified 之後才會進入下一步 設定密碼 需要再次輸入密碼確認 這個密碼是用作登入以及傳送Bitcoin的用途 設定密碼之後會顯示錢包相關報告 這個步驟已經完成了MultiBit HD的錢包設定和備份 備份就是那12個單字的恢復預據 輸入剛才設定的密碼按解鎖 可以留意右下方同步中的字眼 請按完成 這個時候電腦比特幣錢包MultiBit HD已經可以使用 首次使用的時候 Windows可能會出現防火牆通知 請按允許傳取 釋放MultiBit HD的傳取權 軟件才能夠經互聯網正常操作 幾分鐘之後 電腦右下角顯示同步100%之後 錢包就能夠使用了 愛心提示 使用電腦版比特幣錢包的時候 必須留意電腦防毒軟件的更新 以及電腦的硬碟Hard Disk 有沒有任何異常情況 並且必須小心保存12個單字的恢復預據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應該以極少量比特幣嘗試傳入 成功之後 才進行較大量的比特幣轉移 Hardware Wallet 除了選擇MultiBit HD作為電腦比特幣錢包之外 為了更安心使用 坊間已開發出硬件式比特幣錢包 KeepKey是一個獨立的比特幣錢包 將私人約時存放在USB硬件裏保存 除了人為損壞或者機件損壞之外 這種方法可以避免核核入侵 以及降低電腦安全風險 Amazon的售價為美金99元 運費則另外計算 KeepKey是一個USB硬體 用在儲存和保護比特幣 每次交易的時候 必須通過它的OLED顯示和確認按鈕 作審查和批准 避免惡意軟件以及病毒蝕取你的比特幣 同時可以離線儲存私人約時Private Key 能有效保存比特幣 避免儲存比特幣 在電腦或者托管服務的種種安全風險 首次使用的時候 請按照它的指引作出設定 並加入四位PIN數字密碼作保安用途 建議可用常用的四位PIN數字密碼組合 避免忘記 KeepKey錢包 會將使用者的私人約時顯示在螢幕上 要留意 私人約時只會以恢復語句顯示一次 所以務必將恢復語句以照片拍下 保存在安全地方作備份 萬一KeepKey避到或者遺失的時候 可作修復之用 恢復語句 recovery sentence的重要性 恢復語句完全等同私人約時Private Key 有了恢復語句就能夠取回私人約時 無論過往是否設定了密碼都會重設 但是恢復語句無法操作戶口 它的單一功能就是回復私人約時 所以擁有這12個單字 就代表擁有私人約時內裡的一切 這個是Bitcoin近年發展的標準之一 Bitcoin Improvement Proposal 即BIP 屬於BIP32的內容 這12個單字能夠從任何軟件 或者Bitcoin Wallet網頁中取回私人約時 幫助人更容易備份 和救回自己的私人約時 所以Blockchain.info提供的網上錢包 Multibit HD 電腦錢包 或者KeepKey的硬件錢包 都會採用12個單字的恢復語句 故此你必須小心保存 任何人擁有你的恢復語句 就代表擁有你的比特幣使用權 有一點需要留意 雖然12個單字的恢復語句 是統一的使用模式 但是即使在同一平台上進行 仍需要注意 假如你的KeepKey硬件錢包損壞或者失洩 需要進行回復 你就需要另一台KeepKey進行回復 而備份Multibit HD 電腦錢包 回復的時候就需要使用 Multibit HD 電腦版 如何使用KeepKey錢包 KeepKey首選配合Multibit HD 使用 開啟Multibit HD之後 插入KeepKey 畫面就會詢問是否使用KeepKey的私人約時 代表你可以在任何一部 擁有Multibit HD 軟件的電腦上 處理你的比特幣 按Yes 再輸入初次Setup時候已經設定的密碼 當用戶想在網絡上使用比特幣 螢幕就會彈出KeepKey軟件 並自動填充交易細節 輸入密碼之後 KeepKey錢包就會在自動廣播這次交易之前 為這次交易簽署 每一次交易的時候 都要使用USB裝置上的實體運件 按下數秒Confirm之後 才能夠進行交易 另一個簡易的使用方法 KeepKey已經為瀏覽器Chrome 製作了一個細小而簡單的應用程式 只需安裝一個瀏覽器擴展外掛程式 Chrome Extension 先在Chrome應用程式尋找KeepKey 然後安裝KeepKey Client並開啟 需要留意KeepKey Client 只是包括簡單付款或者收款功能 如果設定一些常用轉帳資料 就需要回到功能較完整的Multibit HD 在Chrome安裝完KeepKey之後 Chrome程式頁面就會顯示KeepKey App 假如KeepKey並沒有連接USB Chrome就會出現找不到的情況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 Insert KeepKey連接電腦 輸入密碼之後 就可以操作Wallet的款項 中冠期使用和便攜性KeepKey 是一個值得我們購買和使用的裝置 可以輕易離線儲存比特幣私人約時 最後再次提醒大家 1.必須小心記下不同平台上的個人密碼 或者登入資料和密碼等等 存放在個人保險箱裏面 2.使用網上錢包平台 請小心留意電郵的記檢者是否真實 避免接觸在客電郵 3.12個單節的恢復語句 recovery sentence 是極為重要 必須小心保存 4.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先以極少量比特幣嘗試 成功之後才進行較大量的比特幣轉移 但沒理由我們為了比特幣作主題曲 有些是我們要作歌 但有些不是 有些是為了什麼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就好像在聖殿裏面 無論獻證或獻香料 都是為了讓我們的信仰提升 所以當我們作了那個時代的訊息 那首歌 那首歌的melody 自己會隕藏和隱藏 另一件事不是我們放進去的 就好像我很早年已經說 所有歌曲 或者我們的word 我們所說的word 是個container 其實歌曲藏著melody 和拍子 它是製造了一個時空出來的 這個時空是contain了一個pocket 我們稱為一個聖在器 其實裡面 如果只要它是神的時代的訊息 那首歌是contain了恩高 祝福 它的意境和feeling 這個才是第一個momentum 為什麼我們要咬著訊息 因為咬著訊息的話 就算你覺得 它有些地方是不合音的 沒有所謂的 你將它改成合音的話 它就是沒有這個blessing 它就是沒有這個anointing 它就是沒有這個feeling 為什麼 因為是神貫注入去的 所以就好像舉個例子 我們每一篇信息都有神職 其實是跟著我們的訊息 無論是別人在網上下載我們來聽 或者拿了我們的信息 很多人都是聽了這訊息 得意志 但其實歌曲也是 你只要知道神給了一個訊息 然後你寫下去 或者甚至在我們一些 有些人的弟兄姊妹作的歌曲 指名拿出來 然後將它填詞 寫到訊息 只要它是來自神的訊息 裡面 沒有錯 就連著我們的心血 你的技術 你最考究的東西 你現在學到的東西 但最重要就是 連著神進去的東西 只要那是神的訊息 你想想 如果你覺得難的話 你覺得不可能的話 你看看詩篇有沒有恩高 詩篇沒有melody 你打開出來 百字黑字 他有沒有恩高 他有沒有祝福 多少人為何會陪詩篇二十三篇 明白嗎 他只是一首歌 還要是一首歌的歌詞 是嗎 但問題是 他有沒有帶來意境 祝福 感覺 他有帶來信息 是嗎 所以我想你知道 另一種的詩詞 其實就是詩歌 尤華牧師進一步分享敬拜讚美的秘密 要創作合神心意的歌曲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藥詞 就是接收從神而來的Rai Ma 也就是神給予這首歌的獨特訊息 就好像港道一樣 尤華牧師能夠分享一篇又一篇 震撼人心言 帶著改變能力的港道 因為尤華牧師將從神領袖的Rai Ma 即是神最新鮮的話語 神的信息Message 放入港道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當尤華牧師領袖從神而來的Rai Ma 並且分享出來之後 無論是主日分享 價值信息 甚至是災在溪水旁 也有著各種印證 印證尤華牧師的分享 被神帶領到達一天都沒有偏差的程度 就好像港道最重要的部分 並非演說技巧 而是神的Rai Ma 同樣一首歌曲最重要的部分 也不會是旋律或者歌詞 而是旋律和歌詞盛在的Rai Ma 也即是神的信息Message 一首詩歌能夠帶著震撼人心言 改變人心的能力 是因為當中融在著神識時的話語 因此能夠將神的信息 藉著音樂描繪得完全 這個才是作曲者最重要的工作 假如單憑詩歌的旋律和歌詞 就能夠創作出一首帶著感力的詩歌 這樣外面的巴蘭 甚至是外邦人 靠著屬世的才華都早已經做到 為什麼外面的詩歌簡直是不堪入耳 和屬世歌完全沒有分別? 因為歌曲只是一個聖在戲 聖在著作曲者的靈命和信息 但是在基督教界打滾的巴蘭 早已無法接收任何從神而來的信息 只能夠靠著自己的才華 甚至抄襲屬世歌的方式 去創作屬靈詩歌 結果他們就將自己的屬世生命 私慾和情慾 甚至撒旦的生命 融在於詩歌裡 因此世界上已經再無工具 去聖在神的恩高 而石鞍新歌就是要成為聖在神恩高的工具 但是一首最動聽的詩歌 旋律和歌詞都只是次搖 最重要的就是這首歌融在著神的Ramer 有著神的信息Message 感動和恩高 這個才是第一個動勢Momentum 最主要的秘密之一 就是神的Ramer 所以即使詩歌旋律不夠優美 歌詞不是完全吻合音韻 也不是大問題 當然在技術上白許這個是瑕疵 但是技術上的小瑕疵 從來都不會對神的信息構成影響 只要這首詩歌融在著神的話語 神的信息 這首詩歌就能藉著弟兄姊妹的敬拜讚美 完全進入他們的生命 改變他們 造就他們 感動他們 讓他們更此神 就好像聖經當中的詩篇 全部都是舊約的詩歌 只是今天我們閱讀的時候 已經不知道怎樣重唱 甚至聖經已經翻譯成為中文 不是聖經原稿的希伯來文 就更加不可能當作詩歌重唱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即使這些詩歌已經沒有旋律和歌詞 只是神的信息Message 但是當我們閱讀這些經文 就是歌詞所融在的信息的時候 也會成為我們熟靈的助力 數千年間我們也可以看到 神的詩篇確實成為了無數以色列人 無數基督徒的安慰和力量 就好像詩篇二十三篇 大衛的經典詩篇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再重唱 但是歷代歷勢以來 無數人卻因著詩篇二十三篇 而得著安慰和力量 這就是第一個動世的秘密 因此詩歌最重要的部分 不是旋律和歌詞 因為旋律和歌詞 會隨著時代而過去 但是這些詩歌所融在的信息 只要是來自神的Ramer 這樣這首歌 就不是一首普通的詩歌 而是與神的Ramer 擁有同等能力的詩歌 這首詩歌就能夠帶著神的恩高 應許、祝福、復興和感力 石漢的第一個動力 就是擁有了神給我們 駕馭了一切的力量 這就是為何在這篇述詩當中 是不斷強調這點 所以無論是講道、預備信息、 你作一首歌 甚至甚至是領司 你選歌 記住如果你強調訊息的話 裡面存在的東西 是已經遠遠超過你所做的預備 所以最後我想每一個 都跟三個人說 我永遠都要強調這個訊息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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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 一起歡呼呼呼 再多謝神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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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